李雪芹因为长得不好看受到的伤害 你看我身上有这么多标签 光有一个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我光有一个北大的标签 就会有无数的人站出来说我掐烂签 那我妈长那天我还没理解呢 你就是我爸的 你这个行为就感觉你很没有资心的 就是对的 那我从小在长相上就能资心 我这期真情流露一下 真的你们听一听我的悲惨经历 就是我不好看这件事 是我从小就知道的 就是我从小我就胖 就是跟楼下玩 那小男生都不会愿意跟你玩 哎呦我要哭了 就你上小学的时候 就会有不停的在骂你 为什么要骂你 因为你胖了 明白吗 哎呦我哭了 就因为你胖 就会有从小学开始骂你 什么读乳这样的词汇都有 然后那你上初中高中 别人开始谈恋爱了 然后谁要是喜欢你就会被人嘲讽 有的说我不能跟你谈恋爱 但因为我跟你谈恋爱 我的哥们就都嘲笑 我觉得我***两痘了 这个词 这个词没法说 我觉得我脑有病 别人转痘了 然后还有就是说 我觉得你特别好 就充裕挺试验的 但是他说我找女生 想找个纪念好点 就直接就这么说了 但从试验上 上大学我就很自卑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人 我在人际关上很懒惰 我很冷漠 其实不是因为我多高冷 就是我不打开人家 我觉得人家就看不起 女女的话 你想给自己什么样的表情 美女 我希望如果要有一天 全世界想到我 第一个想到是美女 那我觉得 这个世界上的审美 就不会对很多女性那么苛刻 外貌问题困扰过你 困扰过我 因为我主观上知道 美是多元的 不应该从外貌 去界定一个人 但是那是理性上的 当我在生活中 感受到的排斥和伤害 是真实的 你想我之前讲 我小的时候 人家就因为我长得不好看 胖 然后不够玩 然后长大的时候 也会有男生说 我之前老说嘛 我想找个基因好 找了一个公众人物 之后吧 当网红也好 长这么难看 还出来抛楼露面什么的 会有这些真实的伤害 所以我说 如果大家提到 我想到是美女的时候 那我觉得多远 我们就 反正有很多女生 跟我一样 受到这种歪状上的困扰 那我们大家就知道 点赞分享给 明镜是云家 商业打赏器吧